大家好 我是玲玲 今天來到辦匹區 想和大家介紹一個曼谷超迪的河畔屋卷 由泰國著名發展商 Ananda發展的項目 就是這個 Ideo Challenge Ananda sale 樓高是38層 附近還有什麼高樓大廈 所以這個屋面是區內很寒幼 而且裡面的間隔非常實用 交通方便 因為只有4至500米 就可以走到MRT辦匹站 不如我帶你進去看看 這裡就是Ideo 70的Lobby 是不是很有個個感呢 好像五星級酒店的感覺 其實這裡所有的單位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河徑 而且還很便宜 港幣50多萬 由這裡走去MRT 都只是4至5分鐘 揮拖完線 不如我帶你上去看看上面的單位 這裡就是26平方米Studio開放式的單位 在我左邊這裡就是企光式設計的洗手間 旁邊這裡就是一個鞋櫃 這裡 而且上面這裡還可以放到一些錢包 鎖匙等等 在我右邊這裡就是一個廚房的位置 是否很漂亮呢 發展商還很貼心 幫我們設計了一個入櫃式的洗耳機 令到我們這個空間大大提升 進來吧 這間房間還可以放到一個三邊下腳的creme side bag 旁邊可以放到一個小餐桌 很適合情侶 在我用餐 非常甜蜜 這裡就是一個工作空間 不會以為小單位看不到河徑 其實Ideo每一會都會有一個露台 每一個露台都可以看到河徑 每逢節日都可以看到河徑 很快 因為這裡可以看到Icon四眼 這裡就是31平方米的一房單位 客廳是否很有家的感覺呢 這裡就是洗手間 而隔壁就是睡房 間隔非常漂亮 可以放得到這個很大的衣櫃 一個creme side bag 而且還可以三邊下床 非常實用 這個一房間位 有個堂門分隔著飯廳和客廳 而穿過飯廳就是露台 在這邊可以看到河徑 你看看 還看到MRT站 很近 這個單位你最喜歡什麼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超高的樓底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玻璃 最重要就是 只躺在這裡都可以看到河徑 這個單位有6個房間 這個單位有6個房間 這個房間多容易會有一個河徑 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就 客廳 又或者 會做一個室室 因為它的光線非常充足 所以我來拍照 拍片 就一流了 好 看完單位是否很想看這裏的會所設施呢 我坐在這裏就是共享工作室 而走到外面你猜是什麼 就是這裏的泳池 曼谷天氣這麼熱 當然要來游泳 如果喜歡游泳的你便適合 因為這裏有個44米長的泳池 放假有空下來游泳就最好 Alananda項目的會所設備出了名 又漂亮又齊全 所以怎樣寫得這個健身房呢 這裏24小時的健身房是38樓 又有重量訓練又有Boxing Area 還有一樣可以適合你做的 謝謝 既然現在微南河附近 發展商當然是好好利用這個優勢 所以在同一層呢 弄上這個sky bar 對著那個河 又chill又美 下班可以約朋友 喝杯chill一下 好好享受這個happy hour 除了這麼近的Lotus之外 樓盆附近還有完善的醫療設備和效果 非常方便 如果由Ideo70走去Boxing站 都只需要4至5分鐘 MLT的藍色線 是曼谷市中心唯一一條環形線 連結著8條鐵路線 交通網絡全面覆蓋 兩個站到Gateway辦事商場 四個站到辦事高鐵站 五個站到Jadu Jadu Jadu M-Market 一條線直達Bama Line Jukon Week和史龍 三大CBD 交通便利和完善的社區配套 一定滿足到你的生活所需 這裏的地段這麼優遠 又近MRT 又有河境 我是泰國人 都覺得很吸引 而且重點是性價比重這麼高 港幣五十多萬起 如果你想來看樓宇 或者知道更多這個樓盤的資料 就快點聯絡我們 而言論一下 如果想來看樓宇 一跳 一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